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直都觉得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是因为我的计划 论文计划是一塌糊涂 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惨的 所以其实参加后来论文完成了以后的那种口试时 我其实非常紧张跟害怕 我会觉得说是不是又会跟上一次这么惨 但是后来的结果出乎我意料之外 就是说一开口我记得好像稍微的大概先说了一些话 我忘记是什么 因为对我来讲很重要的 接着联系就开口 然后他的开口居然让我觉得好温暖 而且很安定 因为他给我的是让 因为我记得他的描述是 他一拿到我的论文的时候 其实也有点所谓的担心跟紧张吧 在于前面的一次经验 他不晓得我后来会写成什么样 虽然中间有一两次碰面 其实他都不知道我的论文后来变成什么样 但是他说那个时候大概离上课还有十分钟 他就想先翻一翻看我大概论文的面貌 结果他说他一翻就几乎停不下来 然后我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好棒 原来我的东西除了同财们也有人喜欢看 喜欢看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然后他就说接着他读了以后也是很有感觉 甚至也会难过之类的 所以他觉得这份论文其实对他来讲 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论文 而且他也认为说没有一个论文是完美的论文 但是他觉得对他来讲 我的这种反折跟经历已经是非常不错的论文了 所以他说甚至他觉得可以一致不改 然后我听到连续这么说了以后 我觉得哇好棒 但是我不晓得顾老师会怎么说 可是后来顾老师一句话也没说 好像就是我的论文就这样子过了 然后我也觉得好棒哦 我不用再经历很多很多的苦难 那之后我的理解是 顾老师之所以不说话很可能是因为 连续老师既然已经开口了 他即使有什么他也不好说 这是我的想法对顾宇俊 我没有检核过 我不晓得顾老师是不是在这种状态 我会认为说同财嘛 既然人家已经说很棒了 一致都不敢 那如果我在吐槽的话 不是给他面子挂不住吗 这是我的理解 所以我就觉得联系先说好重要这样 所以我对后来的那个印象是处于甜美的状态 但是之后我会觉得甜美当然是很大的一件事 可是他就没办法让我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了 这是我后来的想象 所以不晓得那样子是不是祸 你知道吗 因为没办法让我看到更多的东西 也许在我后面的生活才会变成如此多的苦难跟惩罚 这是我后来的胡思乱想的解释 当我后面又遇到了很多情境的时候 但是那一幕好活生生 就是跟前一次的论文作品这样子 印象的最深刻 而我的同才们很多是第一次口试的时候很顺利过的 好像在后来的口试反而都比较新鸿 蛮有意思的 那就是你论文结束以后 到底说你的 就是说我们就一般来讲 论文结束以后很多人就把论文丢在一边 就是说也继续活别的了 就过他别的伤活了 那到现在为止 你一直还是一个行动研究者 可以这么讲的 试着走在这条路上 对 那而且我们现在还在录这个课 照理说你已经毕业了 那为什么你还会继续的 就是 以这样的方式再探究 为什么不就像别的 我想很多人就是 就是恢复正常的 就是论文归论文 对 过日子归过后 我本来念路那样 好像你 你好像就是 走上一条太旧的路以后 你就继续往前走 你目前的感觉差不多是这样 我 中间有提到过 就是 论文刚写完 的那一年其实 后来 感觉上 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就跟我在念研究所 甚至是念研究所之前 我觉得 我的人生的步调 跟过日子的旋律 旋律基本上还是一样 这时候后来我察觉到 那是因为后来 因为临选的事件 刚刚简单的说了 那临选的事件让我 受到非常多的指责 压迫充断 因为我这个人 做事总是希望 顾及自己的安全 然后又能够圆融的 然后让多数人舒服的 这样子走下去 所以在临选的过程当中 虽然 我选择了 选择了 跟原来的校长做通装 否定他继续当校长的 那种可能性 我做了这种选择 但是做这种选择 是有他的一些状况 其实我原来的想象是 我就让他顺利当选吧 因为他顺利当选 才不会对我怎么样 但是在临选的过程当中 因为有一些委员说了一些话 然后那些话 其实是为了维护校长 而去指责老师们的 不是 那我觉得我是身为 教师会的理事长 如果我这个时候 还不站出来帮老师说话的话 那我这个教师会理事长 不是没有办好他的角色呢 再基于我觉得我应该 有正义 我觉得我应该是有正义感的 所以我就站出来说了一些 觉得那个委员所说的 不是事实的一些 辩服的话 然后我没有想到说 因为我说了这句话 还是因为有别的因素 校长的那个评鉴居然没过 也就是说他不适合继续 留在原学校当校长 我没有想象居然会这个样子 但是我很高兴 我很高兴 哇这个校长原来我就是 我不是说否定这个人 而是觉得他的一些 教育的理念跟做法 我觉得这样子 对学校跟学生的福利 所以呢 他没办法继续当校长 留在学校 原学校当校长 我是很高兴 可是原来那只是开始 之后一定有一大堆是支持 校长的人的一些反击 跟动作 然后原来 本来就对学校校长不满的人 也开始做一些运作 两天在对抗的时候 那种对抗是很激烈的 符合我原来的样子 我原来就不喜欢用那么激烈的手段 我是希望在能够全身而退的状况之下 去处理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变成夹心饼干 可是我觉得我既然是老师 教师会的leader 我应该还是不应老师们的声音为止 再加上自己觉得校长并不是那么的理想 可是呢 那临选的过程 其实最后呢 校长那边还是占优势 即使在委员会里头发生了一些事 当然目前我觉得还不是很方便说内幕 我就抱着很失落的感觉说 大概我没办法 大概这次呢 我们是失败了 那原来的校长他继续留任 而且很可能之后会对我们轻酸斗争 那我是抱着害怕跟恐惧的状况之下 就暂时脱离了这个集体的行动 跟我太太去金门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放寒假 搞到过年之前寒假 大半的时间还在做这种事 我觉得我是疯子啊 我觉得必须给我太太一些 一些陪伴跟空间 但是我没想到那几天 我在金门那几天 教师会的其他伙伴们还是继续的行动 然后继续行动 等我回来了以后 我比较清楚 他们行动的内容跟脉络 但是里头有很多 并不是如果是我 我不想要的方法 可是我觉得他们好像在帮我 我觉得他们是为了不要让我 以后很惨而来帮我 我当时的解释是这样子 所以虽然有一些我是不赞同 可是我就没有别的声音 因为我也提不出更好的方法 来保护我自己 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 最后还发生跟家长之间的一些冲撞 因为家长有一些误会 因为支持校长的一些动机 所以那种冲撞到最后我觉得 我大概当不了老师了 我很可能会丢了这个办法 我甚至一直在想说 我不要当老师 我没办法当老师 我还可以做什么 然后我太太那边 跟其他的人又有一些不量解 觉得我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子 然后即使后来这件事情落幕了 包含新校长的领选 又发生了很多事情 因为各个老师又有不同的支持对象 然后又希望我做些什么 然后我就一直在这样子被拉扯跟事业的过程当中 然后家长包括家长会的一些代表 又一直几乎天天来找我聊 然后因为他们觉得我是老师的leader 那我最清楚整个状况 可以从我这边找到一个折冲跟平衡点 可是实际上我知道 有很多不是我在做决定跟策划 因此这样子搞到最后 我的最后的一个行动是 我要想办法离开理事长的位置 已经不管教师会未来的走向 然后我就像我形容的丢盔卸奖一样 就逃离了那个位置 然后这样子沉寂了一段时间 然后婚姻的部分 因为前面的一些东西再加上后面对于一些 新的互动的理解 那让我觉得我其实已经活不下去了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我一定要找出新的活法 因为这样子我才开始感觉 我才开始做自我解释 我前面是怎么过日子的 我是受什么样的想法 而活成这样子 包括我后来感觉到 原来我是一直在乎别人的声音 因为我在乎别人的声音而失去了自己 结果一步又一步的走上 越来越走向自己不想要的样子 所以呢我就尝试说 反正已经那么多人都讨厌我 跟对我非议了嘛 那我可以重新开始了 我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活出来 然后我开始感觉到行动研究这种东西了 那才是真正的感觉 跟原来我写论文的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 然后他开始在我身体发向 真正的发向 不断的检视看自己怎么了 我应该怎么做会更好 自己更喜欢 而且包含慢慢的体会到 一直想有时候会想付出东西 会一直重复 有时候还需要书写跟整理 跟着你新竹市辅导团的那一段工作方的期间 让我体验到这个重要 而且你邀请我尝试写我的恐惧 然后那一段经验对我来想的帮助好大 而那篇文章后来的互动对我跨出去 有很大的影响 我这边补充说一下 因为可能我们同学不见得到 就是说你毕业以后 虽然你已经毕业了 但是我们还常常在一起 东东西那种一些新竹市 一些沿袭的活动 尤其是临选之后 有更多的互动 而且我听说你临选之后 你人就不见了 打电话给你 打电话给你也没有人接 之后有一次是在脸真家 我看到你 然后那时候那一天开始 然后我们又陆续有什么活动 我们才有聚在一起 还有每年我们都办当老师 正好工作了 在暑假了 所以我们 我们始终都有这样一个连结 我们都没有断过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合伙 我觉得我们像一个合伙的夥伴 常常在一起做一些 我需要你帮忙 然后你也来帮忙 然后你也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我们常常在这样的方式 在继续协同 在新竹这个地方在做 所以就是说到最后已经可以 就是说我觉得 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个 因为我相信对一些人的帮助 是因为 大部分的做行动研究的人 都是对论文的压力 可以这么讲 或者是因为学校指派他 有些绩效上的压力 有些任务 对 那怎么样可以基于是为了自己 要继续在生活中 往前走 然后去找到自己的出路 然后使用了一个对自己的帮助的方式去活着 那我觉得你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那 那 我自己也觉得行动也就对我而言 也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像我 像我 就像我们建筑里以前 自己在一个混乱当中 然后我就尝试要去分辨 然后我也尝试把你当做一个伙伴 让我告诉你我在想什么 你会反应给我说 你经常觉得怪怪的 或者什么 让我去想清楚 让你在想什么 这样 好 那 你 你走行动研究 你在行动研究这条路上走了好久 对 对我的体认来讲是 我之所以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当然是感觉到他对我的帮助 而 之所以对我感觉有帮助 是因为我受到非常大的冲撞 跟那个苦痛 但我觉得他对我是有影响的 但是我不清楚 你是不是因为某种 某种 梦想 或某种期待 或说某种使命感 让你觉得 你走在这条路上是很有价值的 因为我看到你其实一直在做的 不单单是行动研究 而是一种 类似社会运动 虽然那个社会运动不是直接用冲撞的方法 是用比较温和的步伐 可是基本上我还是会认为 他其实是在做一种社会文化改造 甚至像是一种 一种慢的运动 慢来的运动 那你到底为什么这样走下去呢 对我来讲 真的会走行动研究的 一定是因为自己 对 对我的体验是这样 好 你现在问的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就是下一次就是 我会分享我 就是我会 我们会呼唤位置 好期待啊 对对对 我并没有把握我能够说得清 但是我会努力去想办法 应用这个机会也让我更清醒自己 这些人来在做什么 好 那就 谢谢你 然后分享 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 然后我们下一段呢 还有一个团体 对阿台的回馈跟对话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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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